能来宝和堂做学中的郎中 都是仔细学过伊礼的 可是现在杨大小姐说的东西 他们却一点也听不懂 看着杨大小姐的笑容 他们心里忽然有几分兴奋 就因为没有学过 才让人迫不及待 从来没想到过会学到这些东西 杨末不知道这些来自几百年后的知识 到底能不能在古代开花结果 他能不能将学到的传承下去 屋子里静悄悄的 杨末开始仔细讲解 大小姐 江掌柜轻轻敲门 杨末看向旁边的沙漏 他准备第一天讲半个时辰 没想到转眼间 一个时辰就过去了 杨末道 今天先讲到这里 然后让江掌柜进来说话 大小姐 您快出去看看吧 江掌柜有些为难 咱们药铺来了不少看诊的病患 药铺本来就是给病患看诊的 江掌柜怎么会因此惊慌 杨末随着江掌柜向外走去 江掌柜皱起眉头低声道 都是来看那种病的 我们药铺还从来没有接过这样的病患 那种病 杨末转过头 在江掌柜眼睛中看到了答案 那种病指的是性病 难道是杨眉窗 杨眉窗是他正式作为郎中治的病症 他自己做主走出长家 去给阎家少爷和姨娘诊治 杨末想着已经来到前堂 前堂里一股浓重的胭脂味传来 然后是一个人的声音 都说杨大小姐会治 我们这才来的 杨末转过头 看到几个带着木梨的女子 真是巧得很 这些来看诊的烟花女子 头上带的木梨 和她平日离诊病带的一模一样 带着女子来看诊的老宝左右看着 仿佛在找什么 刚才那话也是她说出来的 江掌柜道 大小姐看看就行了 该怎么办您说一声 我们立刻去安排 她重开宝盒堂已经有一段时间 从来没有人看阳眉窗 今日却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 像是有人刻意安排一样 说不得就是刻意安排 要看她的笑话 她才说完了徒弟 就有人出这样的难题 目的就是要羞辱她是一个未出阁的女子 未出阁的女子却要看脏病 可见有多下作 杨末仔细看着那些带着木梨的女子 羞愧地低着头 饱受旁人的指点 其中一个躺在木板上 发出难忍的哀嚎声 老宝是看热闹 这些女子却是在病症中煎熬 在古代女子没有地位 大多数是被人卖去了烟花之地 备受欺凌 如今病成这个模样 还被人拿来利用 大小姐怎么办 要将他们赶出去 杨末摇摇头 我们开的是药铺 怎么能将病患赶出门 可这分明是来闹事的 江掌柜道 这不同 我们饱和堂的东家是女子 传出去大家也不会说什么 不会说才怪 他昭途的时候 才讲过失门的规矩 医生要竭尽全力地医治病患 我和白老先生一起坐诊 让那些女子一个个地过去看 听到杨末的话 江掌柜不禁惊讶 大小姐 您这是 他因为诊治了颜少爷的病 才得以从长家脱身 虽然他想用自己的医术 改变当时的处境 确然也是抱着治病救人的心思 他不是利用医术 来博取名师和利益 所以 现在应该坦然地 接受这些病患 不但要接受这些病患 还应该尽力去诊治 希望能将治疗杨眉疮的新方法 彻底传开 让更多的病患因此获益 江掌柜江丽地站在那里没有动 杨末上前几步 走进药铺 看到杨末进屋 老宝立即喊起来 这是杨大小姐 他也不敢确定 哪里有这么胆大的小姐 这时候还敢露面 杨大小姐来了 听着这样的声音 那些带着木铃的女子转过头向杨末看过来 那老宝不同 那些女子反而十分安静 将手缩进木铃里 杨末静止走到白老先生身边坐下 江掌柜看到这种情形 开始招呼病患 要一个个进来看诊 杨末吩咐人立好屏风 有白老先生和他轮流诊脉 他去屏风后 看那些女子身上的皮肤破损 这些风尘女子 不像小说里写的那么娇艳 身上都穿着很旧的被子 年纪都是二三十岁 眉宇间不见多少轻挑 身上的阳眉窗 倒是都很重 杨大小姐 一个年纪小的女子 忍不住开口 大小姐帮帮我们吧 您 您真好过阳眉窗 说着顿了顿 黯然地垂下头 和我一起的姐妹踩走 她走的时候很害怕 她 她不是痛 她说家里的长辈说过 人要醉过 所以会受苦 可是受过苦之后 去 去了阎王殿 就不会再受罚 就能清清白白地投胎做人 女子揪着手里的帕子 她一直都这样想 才 才熬过去的 可是她死的时候 却问我 万一死了之后 这些 这些烂的窗帮还在 去了阎王殿 要如何说 谁都会知道 她做过这样的事 就算受了这么些苦 也不能清清白白地 可怎么办 万一她爹娘老子 不敢认她怎么办 大小姐 我的爹娘 是因为家中受灾 饿死在逃荒路上的 我是被人带来 京中卖去祭院 我一直记得 爹娘死的样子 我就是派我将来 死了之后 见到爹娘回不认的 可是我现在 我好害怕 我怕我死了之后 爹娘不认识我了 女子垂下头 眼泪躺下来 我怕 我怕 他们不会来接我走 就像我那个姐妹一样 死了也害怕地 闭不上眼睛 说着 长长地出了口气 听说杨大小姐 治好过这样的病 我就想要试试 女子说着 露出胳膊 上面一片疮疤 我试过很多郎中的法子 用朱砂 热油 热火烧 可是都没有用 杨末知道 古代医治杨眉疮用的手段 都是很残忍的 最重要的是 这种方法根本不能杀死 霉毒螺旋体 杨末看着那女子 我要先检查你的病症 然后拿出一张可行的治疗方子 也许会有用 也许并不能治好你的病 但是我们一定会尽全力 女子含着眼泪 向杨末行礼 大小姐您这样善心 定会一生安叹 一直到了宝盒堂要关门 还没有将所有得阳眉疮的病患诊断完 杨末静了手 脱下手上用棉布缝制的手套 剩下的病患明日再来吧 现在天黑了 看不清楚 江掌柜出去安排 白老先生沉吟了片刻 看向杨末 杨大小姐可有诊治的法子 现在想找到虐病的病患可不容易啊 虐病是由蚊子传染 现在已经快到冬季 药铺很久没有收到虐病的病患了 杨末道 还是让人去打听 看看有没有得虐病的病患 京中没有 就去京城附近问一问 除了以毒攻毒的方法 目前想不出有第二种能适应现在的情况 白老先生按手 不过 这些病患很多 杨大小姐都要收治 杨末看向白老先生 布门先生说 我早就有过这样的思量 从前治炎家公子和姨娘 只是小范围的试治 之后并没有大范围的用过新的治疗方法 白老先生听了这话 有些惊讶 大小姐的意思是 要正式用新方法治阳眉窗 若是个男子也就罢了 不怕有爱名声 大小姐是个女子 照她的方法 怎么也要有所避讳才是 杨末道 当时我只是一个孤女 能做的 不过就是救两个人的性命 现在我有了饱和堂 有了徒弟 再治这样的病症 就不会像从前一样 从一个孤女到女医 面对同一个病症 自然要有不同的结果 现在的杨末 不是那个被关在内宅里的杨末兰 自然要做得更好 他要做的 不只是一个病例而已 杨末和白老先生仔细商量 该怎么办 要写出一张文书 告诉病患 我们这种新药方有风险 可能会无效 可能会有不好的结果 但是也很有可能会治好 旁边的魏卯听着 就觉得兴奋 一种新药方 要有个让大家认同的过程 杨末道 要病患愿意治 我们才能治病 所以必须签文书 新药方 这是新药方呀 要治别人治不好的病 而且不再是一个一个的治 而是这样大量的治疗 白老先生捋着胡子 就算病患都愿意来治 我们人手也不够啊 大小姐一个人 如何能忙得过来 杨末笑起来 抬起头向周围看看 不是有很多人吗 魏卯几个弟子我先教 然后由他们来治 我在一旁指导 咱们药铺里还有不少的郎重 魏卯听着 就觉得热血沸腾 多亏跟着杨大小姐 否则哪里有机会 见识这样的事 要知道很多药铺 有了新药方 都是小心翼翼的试探 遮遮掩掩掩的用 老师配药 甚至不让徒弟知晓 哪里会有老师 是这样教弟子的 魏卯看向身边的秦冲 秦冲已经听得入迷 杨末道 如果要治 现在就要安排下去 白老先生汗手 旁边的丁二也听到消息 急匆匆地赶过来 大小姐 您又要治杨眉窗了 杨末笑着汗手 他和丁二 是因为杨眉窗才认识 丁二因此向他下跪 义无反顾地来饱和汤帮他 杨眉窗没有勾起丁二 不好的回忆 反而让他十分地期盼 杨眉窗啊 是多少医生治不好的病 太医院也是束手无策 自从见识了杨大小姐 治好严格老家的公子 他做梦也会梦到 他亲手治好了一个病患 每次梦醒之后 他都会长须短叹 这个梦什么时候能够成真呢 大小姐 这次能不能让我也帮忙 丁二花白的头发 激动地颤抖 眼睛睁得很大 他还以为杨大小姐 因为女子的身份 从此之后 就会避讳这样的病 毕竟现在杨大小姐 是开药铺的东家 不像是从前的一个姑女 没有选择 杨末道 自然要丁先生帮忙 丁二听的这话 几乎从地上跳起来 他活了这么多年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他鼻子酸涩 眼泪几乎掉下来 他曾因为刺大 错过了见识的机会 就是这个女子 这个女子不计前嫌 微笑地看着他 答应让他帮忙 让他有一种 就是为了今天的感觉 就是为了今天 就是为了这一次 他争愣在那里 不知道要怎么 叙说现在的心情 杨末转身看药铺 只是致阳眉疮 就要将病患 全留在药铺中 我们这个药铺太小 要仔细布置一下才行 古代还没有 让病患住院这一说 这样一来 就限制了更好的观察病患 随时随地地用药换药 致阳眉疮 就要用瘧疾 所以他不能让病患 离开他的视线 江掌柜道 我让人将后面的几个 存放草药的屋子腾出来 给大小姐治病患用 杨末汗手 这样一来 大概有了个方案 转眼天就快黑了 杨末正准备着回杨家 就有婆子来到 大小姐 旁边药铺里来人了 杨末道 让人进来说话吧 来的是阿九 见到杨末 阿九很规矩地行礼 大小姐 我们少爷在旁边院子里等着 问能不能见你一面 让周承林过来不大方便 杨末想了想 就去周承林药铺里说话 有没有想过 请一个出主意的先生 周承林站在门口 目光十分温和 正仔细地看着杨末 杨末看那双轻亮的眼睛 心里有些发虚 幸好他有话题在先 就顺着说下去 我不过是个女子 哪里能请动先生 再说 好一点的先生 只怕都不便宜 好一点的 谁不去达官显贵家做幕僚 他请个掌柜都很不容易 更别提只是找出主意的人 不贵 周承林接过阿九手里的灯 放在桌案上 灯光下 他脸上仿佛也多了几分柔和 却遮盖不住脸上的英气 眼睛抬起来 眉眼就像刚被墨染过一样 那么的鲜亮 一年只要四五米 一年四五米 哪里有这样价钱的先生 杨默正要笑 周承林去看着他 嘴角含着伴侣笑容 让人看不出到底是什么意思 若是答应了 先生现在就要出主意 大小姐可要听吗 不知怎么的 看着那含着的笑意 杨默脸上发热 原来周承林说的先生 就是他自己 先生有主意 不如说来听听 周承林道 南直立那边 天气比这边暖和 上次你治阳眉疮 染上虐病 要十几日发病 这样算算 去那边找个得虐病的病患 并非难事 我定然帮你找到 周承林是要帮他的忙 没想到他对他治阳眉疮 并没有别的意见 而是顺着他的意思 杨默刚要感谢周承林 周承林接着道 只是今天来看证的人 是被人煽动 那些人被劳保掌握 想要他们配合你治病 就要劳保点头 无力不起早 那些人想做的 就是坏了他的名声 这无所谓 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换句话说 借不借意都不由他 他做的事 本来就和富德相悖 杨默想着 抬起头看周承林 但凡是古人 都很在意名声 周承林不但不会例外 他和普通人更不相同 周承林坐在离他 几尺近的地方看他 他的目光中带着深意 仿佛能看进杨默的心里 屋子里寂静无声 杨默忽然有些神游太虚 不知道蒋平 有没有在廊下听着 安静下来 反而心跳得格外快似的 周承林忽然道 看来我这个先生和东家 还有段日子要磨合 烛光跳跃 他扬起脸 面容格外的清挽 听得他这话 他忍不住笑起来 周承林道 我是说老宝点头 你的病患就不是一个了 宝盒堂那么大的地方 能收治几个病患 一个老宝要带着几个病患上门 原来周承林是这个意思 杨默道 那先生有什么法子 我的药铺就在宝盒堂旁边 大小姐若是不嫌弃 就让惠至杨眉川的郎中 带着病患来我药铺 这样一来也好照应 谢谢你 杨默看着周承林 他以为他会劝说 他不要治疗杨眉川的病患 没想到 他是要将药铺拿出来给他用 记得我的四十米 杨默对四十米没有印象 真不知道四十米 能不能养活一个人 杨默想着站起身 本事要拨拨登心 却没想到周承林 也是这个意思 两个人撞在一起 差点撞进他的怀里 他不禁有些发懵 目测并不是十分高大的人 却怎么可能走近一看 十分有筋骨似的 显得他格外的柔弱 抬起头 他不过才到他的下颌 道理是文武双全的古人 和德智体没全面发展的现代人不同 杨默后退一步 若是病患多了 我就来借用药铺 周承林大 我吩咐下去 让江掌柜来张罗 杨默恩了一声 那我 先回去了 他觉得他告别的话 说得很利索 做事也很妥当 一路出了门 上了自家的马车 可是半晌他才想起来 自始至终 他好像都没向周承林行礼